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我们今节就讲一下一个相当令人心喊的故事 其实好像我们海外华人一样 都是去到一个不是我们族裔的国家 为了生活生存 应该讲生存生活才说个顺序 其实在日前 意大利就出了单案件 令到意大利的新移民 就问一个问题 其实移民的命难度不是名 我们有色人种的命难度不是名 原来意大利警方刚刚拉了一名 向一位尼日利亚裔的小贩动手的白人意大利男子 这名小贩 就在一个繁忙的海滨小镇大道上 被这位男子不断地叹叹叹叹叹叹 用最不人道的手法去叹 最后人当然没有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件事我看到不是那么舒服的 旁边的人有人拍片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报警 但是我听到有笑声 说他对了 那个飞跃男子是什么什么 将他形容为某种的动物 我是十分伤心听到这些 这么残忍的事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 你站在那里 不是可以隔开他们 因为你都要顾自己安全 这个话可以是情有可原 但是不要笑 所以呢 这条片 当然最大责任就是那位男子 那位意大利的白人男子 现在引起了意大利社会公愤 现在意大利很担心一件事 就是会不会有意大利版的BLM BLM是什么? 戴马Sir 记不记得? Black Lives Matter 没错 就是 黑人的命也事命 但是呢 你会发现很多右翼媒体 他会翻译作黑命贵 其实我不 不是那么喜欢 什么叫贵呀 这个是最基本人权 不是贵 黑人的命也事命就比较 听上去就好像 卑微一点 我们就是说 黑人命都是命 不要用个贵字 我不喜欢这样翻译 那说回其实呢 意大利前总理 来塔 他 很生气地在推特上说 这么残酷的 新闻文所未闻 旁观者 普遍都是冷漠 有人还积笑 哪有这样的理由 同一天 原来几百名当地的民众 有白人有黑人 也举起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 的画像 是上街示威 事件发生在意大利 马切拉塔省的一个海滨小城市 奇韦塔洛瓦马海 被害的 小贩 在39岁尼日利亚瑞的移民 奥加尔 富污 动手的 32岁的意大利 白人男子 废拉了 其实呢 这位 奥加尔 富污 很多年 已经搬了去意大利 和老婆 有两个小孩 因为有一次 交通事故 他 已经有残障了 失去了任何工作能力 之后 就是 坐着拐掌 在街头贩卖东西 吐口饭事 要一口饭吃 当日 他在街上 卖自己的小商品 遇到了 废拉佐和他的女朋友 其实 奥加尔富污 接近废拉佐两人 向他们兜售 商品 并且 希望 无论 怎样都好 不需要动手 是吧 他 后来媒体就说 就说了一句 你女朋友好美女 就是这样 就被 这位 废拉佐捉住 他的拐掌 就用拐掌 去向他动手 他有残障的 你有没有人性的 他女朋友有没有 尝试阻止他 没有 我看到视频旁边没有人 当然有不同角度看 可能有几条视频 就算怎样都好 就算你口花花说句 都不用这样 是吧 他有残障的 那 奥加尔富 就整个人 扑了地下 虽然他是 有反击 因为他挡住他 但最终 为什么大家想到BLM 因为 因为他有残障 他起不了身 这位 废拉佐 就用回当时的招 拿膝盖 压住人家 哦 I can breathe 没错 期间很多人拍 都没什么人干预 我只听到笑 就是神经 攻击人士 是追赶受害者 因为他有残障 他走不快 更加拿他的拐掌向他动手 他整个啪一声跌到地下 他不断反复撼 这位 新移民 最后人就没了 当地警察也说 原来 他知道 那位 意大利白人 他知道自己 是麻烦 逃走 但是 现在 你走什么呢 很多东西 威士尔满 其实当时 他知道自己很麻烦 后来他就 喂 帮手救他 帮手救他 你不要这么冲动 就行了 白痴 为事以满 之后 法医 他说 厌了 就是 被不断动手之下 而且 被人这样跪着 因为他 一只脚是动不了 他是争夺不了 因为有残障 那就是 窒息 搞到他人就没了 攻击的人士 废拉了 已经是 因为涉嫌老谋被拘捕了 当然 在意大利社交媒体上 讲传这条片 震惊了全部意大利人 舆论十分愤怒 四分多钟 好像意大利的 《晚游报》 他 就谴责了 今次的冷漠 以及种族主义 另外 意大利主流媒体 更加 作为一个 文明古葛 这个就是文明的黄昏 同时意大利各个党派 都谴责了今次的 罪行 意大利前总理 左翼 民主党党魁 来塔 Letter 他也说 这件事情 令我很失望 在一个 有着 源远文明的国家 感谢残暴的新闻 民所未闻 旁观者的冷漠 令我心寒 有人叫嚣 根本是荒漫 连意大利右翼政党 当然有条人命 他们虽然右翼 也不敢胡说 的党魁 撒维里尼 亦对这件事件表示愤怒 安全是没有枯息之分 并且需要重新 成为一种权利 结果 昨日到今时今刻为止 仍然有大量的人士 抗议示威 一些人就将这件事 将美国的BLM 引发的 这个 George Floyd 佛洛伊德 是相提并论的 佛洛伊德事件就是2020年遭到警察 压颈 搞到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 引起全美 不是全美国 是全球 我们这里都有 是全 全球的抗议浪潮 英国有 澳洲有 新西兰有 在示威之后 其实他们的市长都很担心 如果他们不出来安抚 一个这么小的城市 在华海 现在的人过得又已经不好了 高通胀之下 华海真的有一场大事件发生 整个欧盟 因为欧盟国家是很紧密的 一个国家有事 你想想 BLM法国也有 就算之前法国的黄背心事件 其他地方也有 所以 马上要安抚整个城市 市长 西亚拉皮卡 就告诉媒体 就说谐责不单 是对罪行的谐责 亦是对冷漠的谐责 因为 真的很多人不理 在这里笑 可能真的以为普通打架事件不是这样 你要记住它是有残障 这件事情 令市民很震惊 深感遗憾 另外我们要提一提 由于意大利9月25日前 举行 议会选举 因为 因为之前那位 德拉吉下台 德拉吉下台 他自己下台 其实很多人支持他 他是过了信任投票的 不过他自己觉得 没有人不做 部分人也担心 这宗 奥加尔 富污事件 可能 会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教区 包括 这个城市 管的 那位大主教 彭立基澳 昨天接受 天主教 媒体访问时 他希望所有政党 不要为 少数选票 而 叫做 煽动一些少数族裔 出来 变成BLM 其实BLM本来 本来 就不是 那么大件事 而且本来 本来 不是那么大件事 我是指那些人暴动 本来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事下威在美国 没问题 但是后来因为有些坏分子运进去 就很大件事 亦有些人乘机 被BQ警告 没错 又去抢东西 其实 意大利的媒体这几天就是说这件事 而且很多意大利民众也说 移民 这些 因为这些不是 单一事件 之前亦有些移民 是被人用不好的手段 令到他失去了生命 所以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的话 我担心又是黑天鹅 你少少一件事 你就蔓延到意大利 意大利蔓延到整个欧盟国家 欧盟国家的整个西方世界 一有那么凍荡 我们怎样过日子 真的很难过日子 所以 这件事 我觉得意大利政府 必须严肃处理 否则 你做得不好的话 小数族 他们 有些大型骚动 你要看看是怎样 其实 在意大利 亦有很多中国人 意大利很多温州人 所以 我们为什么在海外的华人对于这些事情反应那么大 因为很担心有日我们就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 或者你身边的 亲朋戚友成为受害者 所以 这些我们一直都会强调和说的 在海外不公的事情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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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